高雄一名富人 今天早上骑车行经三明路 通过路口的时候疑似闯红灯 遭到一名男骑士拦腰撞击 两辆车碰撞之后还波及到路旁 另外一名骑士 好在这起车祸 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十字路口 红色机车停在右侧 骑士转头观察 眼看车辆还没靠近 他疑似趁细闯红灯 下一秒果然遭到右方一辆机车 拦腰重撞 撞击瞬间两方连人带车率被喷飞 还波及路边的机车跟骑士 车祸现场凌乱不堪 三辆机车横倒在地 车壳零件散落 而伤者也倒卧在地上奄奄一袭 警销货帽道场赶紧将伤者送以酒制 警察是一名红姓富人 骑程机车与郭姓男子骑程的机车 发生碰撞 那又在碰撞停于路边一台机车 以及丁信的驾驶 事发在20号早上8点 高雄三明区大昌二路跟春阳街口 当时鸿信富人一次骑车闯红灯 打算趁系通过 就在这时 郭姓男骑士闪避不及 两车发生碰撞 在波及路边的丁信骑士 而这起事故也导致两人受伤 事故原因尽管还得再进一步厘清 但势必有人违反耗制 而好在这起车祸 伤者都没生命危险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藉由高雄这么报道 好 好